因為我真的很怕我吃完東西之後回來 我會肥到不得了 5g計我真貴 這些斷筋餅值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又穿過一個森林 這個阿爾卑斯山森林 很奇怪,你真的當我黑洞嗎? 你以為你是黑洞,你吃得完的 下書呢 嗯,不吃油煉,不會明白 你會覺得我很餓,就是很偷 早晨,今天是新加坡的第四 也是我今天工作的第二天 現在是早上時間的,7點多8點 我也是提早了1小時起床 游泳,然後吃早餐 哇,真的棒 早上游泳呢,不知為何那麼舒服 早晨了,第幾年 在這裡霜 吃飽了,現在要走了 我難得還有10分鐘吃早餐 那你繼續吃 好,我們出去拿東西吃 哇,今天有不同的果然 好,吃餃 吃其他東西 因為這裡的早餐真的很肥 我完全不喜歡吃這裡的早餐 試試今天會不會好一點 做小事吃過昨天,至少沒有了炒麵 真可憐 又喝奶 奶 他們說外面有一坨蛋 真的有,先拿蛋 原來這裡有煎蛋 那早餐會好一點 如果裡面的早餐真的有點難吃 可以我吃一塊蛋 她問我 她說剛才吃了一塊蛋 然後她問我要什麼蛋 我看到有人有煎蛋 有燒蛋 又不知道什麼蛋 然後她在煮 我吃了一塊蛋 然後我就拿了這碟蛋 回來了 今天可以有10分鐘時間吃早餐 拜拜,你去香港玩得開心一點 香港見 拜拜 好,現在到了 是時候要上班 那我呢 放午餐的時候再跟大家VLOG 我現在終於都放飯了 好,這裡呢 好舒服 所以我忍不住出來看看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正,很放鬆 那我約了一個網友見面 那我的網友已經到了很久了 那我現在放飯呢 就去會面那個網友 那這個網友是什麼呢 那一會就知道了 不過這裡真的很漂亮 真的好像很正 這裡 讓我享受一下站在這裡 品嘗一下這個空氣 好熱 我見到一個網友了 在這裡啊 這個就是 我在斯加坡支持了很久的Ella E 觀眾啊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我叫Manson 你好啊 Ella E 這個就是Ella E 她就是每一天都跟我說 我要吃什麼 教我坐車 然後教我怎樣上班 這個是菜飯 不是啊 你看一下她吃那個東西 你看一下她吃 這個汁啊 好像很好吃 很重口味的啊 什麼果瓜 什麼果瓜 辣沙 辣沙來的 喂,我一個人吃不到三碗麵的 媽媽 夠了夠了 三碗麵太多 我們吃小吃 吃小吃 Ella E介紹了我們吃這個燒雞 Logia Logia是吃什麼 Logia Logia即是水果啊 豆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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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在一起 加一些醬汁 這樣 她說挺特別的 她說不是Fruittok好吃 是本來外面很好吃 所以她給我試一下那個味 我覺得 試一下吧 應該不錯的 Brocky Lo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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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Logia 什麼字啊 我都不懂 Lo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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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應該叫Logia OK 隨便吧 Logia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食物呢 你告訴我 做地道 你們是地道小吃 Ella E是介我吃地道小吃的味道 不是說最好吃的 但是 真的兩個都吃到這麼多 過分 而且她說不餓 就是Logia 哇 這個東西真的好大碟 真的 很小的 超搞笑的 你知道我在那裡逛呢 Ella E不斷說 這些是醫院吃的 不適合你 這些是醫院吃的 很重口味的食物 這個是大粒粒 大粒麵 大粒麵 OK 我們試一下 昨天真的是上海粗炒 不是 這個是 吉隆坡 吉隆坡 馬來西亞吉隆坡 嗯 它味道真的類似我們香港吃的 上海粗炒 你有沒有吃過 真的那些味道 好吃的 因為我喜歡吃這些東西的人 重口味 我喜歡重口味 所以不要去馬來西亞吉隆坡 那些麵很鮮硬 超好吃 哇 你的頭震了 這個大粒麵也不錯 嗯 瘋了 你看Ella E.E.E.買多少食物 你看 這個是榴槤葡萄 Ice葡萄 哦 榴槤Ice葡萄 哇 好香 嘩 你真是當我黑洞嗎 Ella E.E. 你說你是黑洞 你吃得完 嘩 真的很多食物 哪有每人吃得那麼多食物 這個麵呢 我們怎麼偷笑 這個麵 是 不是醫院吃那麼簡單 它是麵味 沒有其他味 好痛麵味 好痛麵味 它的湯是很清 對 但是它這張相片告訴我 它很好吃的 想的嘛 Oh my God 所以我本來吃 十分普通的麵味 這個好吃 這個 這個是什麼麵 這個叫蝦麵 我純粹就是蝦麵 嗯 普通的這個蝦麵 我好喜歡吃 真的 你說什麼 沒有 因為我朋友經常會叫很多食物 但是我飽了 我一個人吃到這麼多食物 我覺得自己是會很厲害 我吃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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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至少要跟我吃一樣 吃完 我就會吃完 OK 其實你坐在這裡說好飽 它沒有吃過 我想說一口 沒有吃過 兩口 完 好飽 好飽啊 你完全沒有吃過 就吃一口也沒有吃過 我有吃東西 我有吃一樣東西 一口 我現在吃了兩碟 我有吃幾口 好飽啊 但是 新加坡的炒果條 真的好吃 我們現在試試這個 什麼 羅札 羅札 這個應該是生果 對嗎 哇 What is this 羅札 蝦糕 Oh my God 什麼味道 蝦糕味 蝦糕味 蝦糕配這個 生果是mesh嗎 我們覺得 我們經常吃 我們覺得mesh 很可愛 很好玩 吃到的 不難吃的 但是 生果和醬 醬是像是煮食的醬 好飽啊 瘋啊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叫這麼多食物 我還不知道 他叫這麼多食物 完全不知道 然後 現在 我現在 我覺得這個東西挺有趣 還有油炸鬼 有豆腐 豆腐 豆腐是什麼 豆腐 油炸鬼 油炸鬼 什麼 總之生果混合了 很有趣 大家可以試試 不要在福郭試 在外面試 福郭的東西我用來參考一下 我喜歡吃榴槤 我喜歡吃榴槤 榴槤沙冰 OMG 有多少食物 我已經清了兩碟 暈倒 來 我下班了 這裡超美 我現在走到這裡看 原來對面那個獅子 還沒遇到 真的還沒遇到 在對面 但是同事跟我說 我走過去 有一段時間 但我明天上班的期間 我應該會經過這裡 留下明天才會拍到這裡 但我覺得這裡真的很美 怎麼辦 因為我今天全日上班 你知道我每一天的計劃 都是即日才計劃 今天我全日上班 我就是問同事 不斷吃什麼 我學了很多新的語言 我們今晚會吃 Ge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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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吃榴槤的地方 我問了很久 然後就學了Gelang這個音 然後今晚最後一集才吃 我們每個人都介紹我們吃 然後我一會兒就要去 Sedip by the way By the way By the way 對了 自己一個人 其實真的很難錄跳的 好像很尷尬 今天實在上班太忙的關係 所以我真的沒時間 看看EllaE送了什麼給我 很感謝你 你送了一袋 小小的心意給我 我很感激你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有些時間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送了什麼給我 他說這個 跟我說 我吃完它 我會看到紫生的出現 這個應該是新加坡出名的麵 有兩包 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 喂 然後另外 就有這個禮物仔 我已經知道是什麼 黃金金的 我覺得 一定是比卡超 因為 是我這麼低能力才會喜歡比卡超 但我真的很喜歡比卡超 Ready go go 我很喜歡這個公仔 他的樣子是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我看到比卡超 我的心會被融化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他的樣子是很可愛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再來再來再來 我現在是很飽 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眼睛就吃了太多東西了 一來二一 很飽 波波仔 好像西瓜拍下去的聲音 正 我看到Garden by the Bay 就是這樣的樣子 喂 車這樣的樣子嗎 不是 就是這樣 哇 我連照片都不想影像 一二三笑 OK 走得 其實我不是特地來這個Garden by the Bay 其實我要去Sadee by the Bay 所以我就要一直走這條路 這樣就對了 那我就沿路經過 這一個就是我下次來新加坡會住的酒店 因為我昨天跟同事聊天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你不住這間酒店呢 喂 大哥 現在整條腰這麼多米 之前這麼多Gmimi怎麼住 我跟他說 三千多元 住的酒店 就是想退過那個泳池 我說你就是想拍照 那張照片 難道你看到豬王你開心嗎 所以我打算 遲些等我瘦 好像馬拉雞那麼瘦 我就會預約這間酒店 然後拍幾張寫真集 按LIKE 為什麼呢 感覺上好像很有趣 就是剛剛收工 然後可以自己一個人走一下 看看哪裏多東西走 然後哪裏特別 然後 就是那種旅遊的心態 有沒有剛好拿著書包呢 拿著相機到處拍呢 因為平時我都是吃東西吃東西吃的 很少看這些景點 風景那些東西 所以突然這樣看一看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又很開心 其實我不是很容易滿足 其實我是誰 我穿過一個森林 這個阿爾卑斯山森林 我已經穿過了 我今天來了很多地方 這裏的價錢呢 跟老闆薩的價錢呢 都是差不多 它一模一樣 就是七毫一寸 其實它有些套餐的 套餐是十支 十支沙爹也是七元 其實跟省叫一樣 然後十五支是十元 其實不是一樣 其實在新加坡的套餐 和外面其實我覺得 省叫沒有分別 所以你們算一下 我不算了 現在這一刻 我都應該會省叫 我就吃不到那麼多套餐 因為我還有很多站要吃 那我就應該會省叫這個 它門口進來的那個位 全部都是賣沙爹 即是串燒的東西 這裡全部都是賣海鮮的東西 基本上是想到的 胡椒蟹啊 魔鬼魚啊 蜆啊 Kong Kong 這裡全部都有 是不是騰騰啊 忘記了什麼名字 因為我呢 這幾天都不斷地介紹 老闆薩這個地方 那我不想 經常介紹一個地方給大家 那我想一向都是 尋覓多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可以分享到給大家的東西 那我就盡量分享 所以我就問了很多很多 不同新加坡的朋友 同事 就來了這個Sade 他們說可能價錢有點貴 但我眼見下去 它就不是特別貴 因為老闆薩的價錢都是這個 那我覺得 我試試味道如何 我再告訴大家 但是我覺得這個地方 也可以感受一下 不過走過來真的有點遠的 他們就叫我乘的士過來 那就會最快 如果想走到加登拜的杯的話 那我就決定走過來 但走過來都要差不多 四個小時至半小時左右 是有點熱的 但是享受 認真 這邊呢 另外那邊呢 我看到他們每個人都吃那些一盤 有個盤 然後可以在上面煎 有個打火鍋 我想應該是新加坡的打火鍋 但是我沒有這麼大的位置 這裡就是海鮮 有這些蜆 那些蔭夾 然後有肉 然後有蜆 那些 這個挺搞笑的 它是可以 又打火鍋 又鐵板燒 這個OK 就是我下次來 我會試一下這個 但是今次 因為我今天吃得太飽的關係 所以我只可以吃一下Sade 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試一下 那我就 對了 吃不到那個 但下次來我覺得我會試那個 吃不吃得到這麼多呢 我自己 應該都可以的 給點信心自己 我可以的 是不是海鮮太郎 一直以來 我吃Sade 都沒有吃過五花肉 所以我叫了五花肉 我試一下 還有它的醬 和我之前吃過幾個Sade 它的醬 都不同 我之前吃過的偏紅一點 但是這個 是偏黃一點的 那我的醬 都是這麼稠 然後有些花生仔粒 粒粒 總之是一粒粒的花生 但是感覺如何呢 那我試一下這個五花肉 感覺如何 味道 醬汁 肉粒好吃一點 但是這裡 整個醬 都是一粒粒的花生粒 很多 在這個口腔的花生 滾動 醬汁 濃味的程度 老花薩 是濃味一點的 但是這裡的肉 都OK 不錯的 我覺得是值得一試 是的 但是 未去到 哇 四十級正 因為這個醬汁 沒有那麼重口味 但是如果平時 不是很重口味 其實這個醬 都不錯 因為我真的很怕 我吃完東西之後 回來 我會給到不得了 那你幫我訂定 五六七套 加大馬的衣服 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都應該差不多 要換馬 所以我現在一件 細馬有點大 中馬應該鬆鬆的 所以我要再加大馬 Oversize 可以HIT POP 現在試試另外的雞牛豬 來這個細馬這個牛 嗯 都不錯 是個急姦 因為你會說差一點 那為什麼更推薦 因為 它的味道是真的不怕的 最主要的是 那你如果喜歡吃Sadeh的話 你不會每天都吃老包薩的 那難得我又找到一個地方 那你們就可以來參考一下 來感受一下 因為這裡都很熱鬧的地方 所以我有時佩服 這裡的Sadeh做的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它可以 不停燙燒呢 但是它們完全不會燒到過火 那些肉是剛剛好 一邊一邊吃一邊 不錯 就是這些 你真的會吃到 炭燒的味道 但是你在外面 吃的那些 餐廳那些 就算它多好吃 那些汁多好吃都好 你吃不到那些炭燒味 這個東西是扣分的 在外面 但是你在街邊這些炭燒的地方 你是百分百吃到炭燒的味道 我是真的想說 來到新加坡 你一定要吃Sadeh 就算你多不喜歡吃 你都要嘗試一串 感受一下 記住 每一樣東西都要感受一下 不然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美食 這個Sadeh by the Bay 我覺得 有一件事 美中不足 就是它真是很遠很遠 就是你要走回MLT 就是你走回地理站 是需要可能四個字的時間 那就真的會比較辛苦 現在終於找到這個 舊機長路飲食購物廣中心 今天就介紹了我來這裡 不知道是不是太夜的關係 也是有一半生了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重點 不過呢 都是很多很多店 真的很像Foodcock 其實新加坡最出名的都是這樣 店舖 然後有吃不同的東西 類似我們這幾天吃過的東西 但它大部分都生在店舖 但它很像這個 樂黑道街市的感覺 因為人流沒那麼多 都沒那麼熱 它這裡的感覺 其實exactly 是 好像牛車水一樣 就是三條巷 跟著 就是那種感覺 exactly 就是這樣 我覺得下午來應該 也是跟牛車水差不多 在新加坡 基本上 你每走幾步路 就會想喝一杯飲品 來到這裡第一時間 就不是先吃東西 今天就買一杯 之前呢 介紹過大家喝的一杯 竹蔗檸檬的東西 但我想說 我喝過老巴薩那杯 是最好喝 最清的 它這個樣子都是有點軸 但不知道是否夠 昨天那個軸 昨天那個 實在是超軸 不好喝 沒有什麼檸檬味 都沒有什麼竹蔗味 那我看看這一杯感覺如何 這間店是井零一九 不記得是井零一九 我覺得它的檸檬味 都是不錯的 就是它有竹蔗味 有檸檬味 已經是很清涼的感覺 做到它的效果 我昨天喝的杯是 就是 你好像在喝一個 Hunker醉一樣 跑 冷 咳 差點說髒話 我沒有說髒話 跑 冷 咳 哇 喝完這個 永遠都有一種很清涼 很放鬆的感覺 就是你 外表很熱 但內裡好像去了北極 沖了個涼 和北極紅一起游泳 哇 想起那個畫面 都覺得有點奇怪 不知為什麼我會用這個形容詞 但是 差不多雷近的 你喝完你就會 幻想到北極紅 現在坐在你旁邊 哈哈 Ella 依依你介紹我吃這個 老夫子炒 那一條 我太晚來了 現在9點多 它關掉了 所以我留下一次來新加坡 再試給大家看 好吃不好吃 好吃不好吃 那我就要說 是不是 不好吃就記住 就是特別不好吃就說 哈哈 不好吃要記住 不好吃錯 我永遠都會記住你 我愛你一輩子 哈哈 一輩子我愛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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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好不好吃 不知道新加坡的雲吞麵是怎樣的 它是拌麵 它有湯 我看到每個人都吃 所以我忍不住去問 我沒吃過雲吞拌麵 感覺好像很香 嘗嘗這個麵 老實說好吃 收工的第一餐 不是第一餐 不要緊 不管了 不是特別好吃 但是 我看到紫生出現 這個麵 味道好像我們香港的牛腩拌麵 但是 它又不是用牛腩汁 它是用叉燒的 應該是燒汁的 味道 或者是滷味汁 就是這個感覺 就是你會 形容它 會不會很好吃 又不是小天級 又不是吃得一試 但是我覺得挺特別的 因為 我看到很多新加坡人都在吃這個麵 那你問 可不可以試一下 我覺得OK的 如果你有行經可以試一下 但味道主要是很好吃 也挺特別的 因為我在香港沒吃過這個味道 但如果你說可以 形容它的質感 口感 各樣東西的話 濃味程度就可以這樣形容 但味道就是兩回事 有雲吞味 我以為沒有雲吞味 有雲吞味 有雲吞味 72歲 濕了水 72歲的 龐虎湯很乾 它現在化妝了 看下去像50 45 先試一下 這個不是叉燒 不是這個叉燒 不是這個叉燒 它的口感是 真的 齋的叉燒 就是平常吃10元的叉燒 那個叉燒 尿很普通 但味道還不錯 剛剛在這個 Airpots 不知道什麼 食物中心 那裡出來 總括來說 我覺得真的有很多食物 但是 你說在新加坡 有什麼相似它呢 就是我第一次走過 那個牛車水大廈 那個 food court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我也覺得 挺有趣的 挺好玩的 就是見識一下 多一些不同的地方 吃榴槤的地方 它也是一個 機鬥的地方 所以叫我小心一點 他們每個新加坡同事都說 小心一點 抓了你吃了你 我說 我都有人吃 真的是世界級 我說我吃應該貴 短gram計 我真的貴 這段根拼值多少錢 你知道嗎 那些瘦 如果看這段影片 覺得自己瘦 你想自己值錢一點 那你就好像我這樣吃多些東西 如果不是 你不值錢的 你媽媽經常說 你們最無價寶 其實肥才無價寶 你懂什麼 水種 這些叫最重要 對 短gram計 那我已經沒得輸了 我應該差不多 還沒去到最高峰的 但是 不要低頭 雙下排會 就出來 OMG 整條街都是榴槤的味 OMG 整條街都是買榴槤 哇 這個地方 他們沒推介錯 我是瘋了 這間榴槤 這間榴槤 本身可以這樣賣 然後一盒盒 這樣賣 那這些就不怕 什麼人騙呢 一盒盒 其實都會的 不過我不知道怎麼賣 OMG 這間榴槤 簡直是 排出來 好像最厲害是他 不如吃這一間吧 幾個新加坡的同事就叫我吃這一間 他說這一間是最有名的 吃貓山王榴槤 那我應該會在這裡吃 但我不知道價錢如何呢 在這裡買完之後 可以馬上坐在那裡吃 好像很棒 一個人吃不吃得多整個榴槤呢 這兩個 都有 我吃18元的就行了 但一個18元是什麼 一斤18元 一公斤 一 但是一個是多少公斤 差不多四 都是五公斤左右 一公斤 是呀 有啊 時鈴拿一個給你 那時鈴拿一個給你 你看 你看啊 可以看我來看 看我來看 對呀 真的兩公斤 不熟的你的 OK OK 不要緊張 我不要緊張 我不要緊張 你要拍得漂亮一點 肉又那麼漂亮得那麼漂亮 要配合你的表情 是嗎 很厲害 很厲害 還要吃著煙 這樣流來 是嗎 哈哈 嘩 嘩 哇 不理了 這個沒有什麼優點 哇 哇 好吃 嗯 不吃榴槤 不會明白 你會覺得我好餓 但是 你喜歡吃榴槤 你就會明白 其實真的會很滿足的感覺 你說會不會這個 是世界級好吃 未去到 可能因為貴一點 會更好吃 因為這個 是偏重了一點 但是我還是喜歡吃榴槤 在新加坡吃榴槤 我已經很滿足 因為它真的熟了一點 其實不是一點 就是已經去到三十多 四十歲了 如果不是那麼熟的話 我們一百分 是世界級正 值得一試 一定喜歡吃榴槤的人 一定會來到這裡 但是我幻想過 整條街都是很多 但是 其實不是說真的很多 三四檔 但是已經夠了 嗯 正啊 把這個榴槤 全放進肚子 那個感覺 是很滿足 我覺得其實這裡一個榴槤 其實 夠一個人吃 或者兩個人吃 是一定足夠的 其實不需要特別壓得太多 其實可能一班人 你可能兩三個夠 因為 你會想一兩個 會不會成不成一個 是沒有五個的 其實我覺得四個 即五個 不會多過六個吧 我想六個或以下 我覺得不錯 喂 你不收我錢了 哇 你走到這麼霸氣 幹什麼 我正在追你 正在追我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一會兒去找我 可以嗎? OK 我現在就把刀 砍 砍 我 真的相信我 36 我不騙你 你看我的樣子就知道36 36 好笑 她說她不吃榴槤 這個說話真的 我笑得 白白白色的 她說我不喜歡吃榴槤 但我喜歡紋 然後你問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回答她 我叫 我叫 然後我突然接完下一句 你叫 我叫 我叫 整件事是FUNNY的 走開老闆 拜拜 拜拜 現在是晚上的11點半左右 我現在差不多要出發回酒店了 但這個榴槤對於我來說 榴槤當然很棒 但我以為整條街上有很多東西吃 因為他們說到很多東西吃 但的確有的 有一兩三四五檔 但你問我現在這個時間好不好 其實OK的 但我覺得如果你們是 女生一兩隻的話 我就建議你們小心點 或者早點來 因為其實 沒有什麼人的了 已經附近 開始有些雜 這裡 就是這裡開始有些 不懂得說 你會沒有安全感的感覺 對 沒有安全感的感覺 那如果你們是女生一兩隻 如果你大隻 很大隻 好像我這樣的 我覺得OK的 但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要這麼晚來 始終不是那麼好 那好像我這些那麼juicy 其實我也要小心點 剛剛這裡前面 就是賣榴槤的地方 那榴槤之後走來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完之後 然後就會見到 這裡 這個紅綠燈 第一個紅綠燈路口 然後他就說再直走 再直走 轉回這一邊的路口 就是MRT Station ALJUNIED 這個MRT Station 然後一出這裡 一出這裡 一出這裡 出了外面 你就會見到剛剛那個燈口 一直走就是五分鐘就到 好 就是這個 這個設定 阿菊尼 這個叫阿菊尼 是嗎 阿菊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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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出 你就會見到 總之就是這裡 你們自己研究一下 總之不要太晚了 拜拜 阿菊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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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會覺得 阿菊尼 在網絡世界上認識其他人這麼有趣 但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是一件緣分 一件緣分 即是一種緣分 可能有幾個個別的觀眾 我特別記得 或者特別溝通得多 但其實認識到所有的觀眾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緣分 你看到我其實基本上 每次見到任何觀眾 我都會很開心 會享受他們去聊天 因為當一個人在拍影片的時候 但是當他喜歡你的影片 之後他會慢慢跟你接觸 或者你跟他有溝通的時候 你是會很想答謝他支持你的影片 這個是真的 也不說太多謝謝的話 不過今天我真的很開心 可能這兩天都是上班 所以下班的時候 只有幾個小時 我都很爭取時間去玩 那希望大家 今天又沒有忘記大家 因為這兩天都是下班才去玩 下午時段都沒有那麼多東西看 不過我相信我的影片都應該 每一次我下班都會 掌握我每一個行蹤 每一次行程 所以我每天上班 都不斷地問我 新加坡同事吃什麼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 Day4的分享 我們明天之後再見 那我後天就要回香港了 所以我都會爭取時間 介紹更多的食物給大家看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